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天 台湾有关方面加强搜索力量并扩大搜索范围 持续对失踪人员进行搜寻 来看本栏目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附近扣难的搜救工作是进入到了第三天 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 台湾的警销部门就持续不断地在进行着搜救的工作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 只要带救援失联的人数不为零 那么搜救的工作就不会停 台湾灾害应电中心在今天扩大搜索范围 除了已派出的190位潜水员在水下搜寻外 台空勤总队也派遣6架直升机 在百灵桥上游1公里至淡水河出海口 5海里间的空域进行空中巡逻 另外台海巡部门也协助搜寻淡水河口 十海里内范围不放弃任何希望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现场 我的身后有不少的潜水员 他们马上就是要潜入到基隆河里面 来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搜救动作 那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呢 这个基隆河的这个水温相当低 只有两度左右 而水下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给救援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那么今天呢在事发的现场 整个搜救工作又有了新的突破 据台湾灾害应电中心及搜救现场6日的最新消息 搜救人员在追击事故现场附近 巡获4具遗体 截止到6号上午11时45分 已巡获50人 其中送医15人35人离难 另有8人下落不明 复兴航空逝世科技的黑匣子 在事故当天就被打捞上来 近几天专家都在对黑匣子的数据 进行搜集和分析 今天下午台湾方面 飞安会召开复兴航空 坠机事故调查进度说明会 公布了逝世科技黑匣子的部分资料 就目前所得到的信息 向外界做了一个说明 来看本栏目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两具盒子所记录到的所有资料 都包括了这一个航班的 从它开始准备上电 开始记录到 一直到它到最后停止记录为止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完整的取得 从台分安会公布的数据来看 2月4号当天 复兴航空G1-235班机 于10点51分13秒 或松山塔台班发起飞许可 起飞后 并于10点52分33秒 接获塔台请求联系台北进场台 近5秒后 驾驶舱出现主要警告声响 机组人员随即于10点52分43秒时 提及将1号发动机油门收回 并约在10点53分时 开始讨论发动机熄火程序 约6秒后 机组人员再次提及收回1号发动机油门 并确认2号发动机熄火 10点53分12秒至10点53分18秒 驾驶舱第一次出现失速警告声响 10点53分19秒 机组人员提及1号发动机已经顺降并断油 约2秒后 再次出现失速警告声响 机组人员于10点53分34秒 向松山塔台呼叫妹北并告知 引擎熄火 10点54分09秒 机组人员多次呼叫重新开车 10点54分34秒 驾驶舱出现第二次主要警告声响 0点4秒后 记录器录到不明声响 10点54分36秒 飞行记录器停止记录 从台湾地区这个飞行安全委员会 公布的最新的这个调查报告的这个结论上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两台发动机同时顺降之后 飞机开始步行的报警 这个报警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失速报警 那么产生失速报警之后 飞机应该是多次的这个 在失速边缘徘徊 飞行员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极力的想控制飞机 可以看到这个航计图显示 飞机在离开跑道之后呢 进行了多次转弯 每一次转弯 飞机都在损失高度 这样就留给飞行员啊 这个能够反应的时间 和拯救飞机的时间 更加的减少 其实呢 飞机的黑匣子是分为 语音记录器 以及飞航资料记录器 那么今天在现场 所公布的数据 只是飞航资料记录器 因为语音数据呢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分析 那么台湾飞安会方面表示说呢 初步的报告会在 30天左右公布 而中期报告会要经过 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而最终的报告 要最长的需要一年的时间 那么最新的进度呢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进 东南部是记者 陈彦涵涵台北报道 在这次复兴航空 坠机事件当中 机上大陆乘客有31名 福建居民就有25名 事故发生后 福建省委省政府 也是高度重视 5号福建省委书记尤权 省长苏树林 再次就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李克强总理 于政生主席等中央领导的 重要批示精神做出部署 特别强调 要协助做好台湾复兴航空 适时航班 大陆乘客的伤员救治 家属安抚与服务 善后处理等工作 确保社会安定稳定 今天中午福建省也组织 工作小组入台 为乘客家属提供相关应急服务 来看本栏目驻台记者 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为了做好复兴空难 伤亡失联福建乘客 以及家属的应急服务工作 福建省方面是派出了 以福建省台办副主任刘家水 省旅游局副局长 陈一辉带领的工作小组 那么工作小组一行5人 是在中午的12点30分左右 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 但是呢 一行人在机场都没有接受访问 而是行色匆匆 马上投入到了善后处理工作 福建省工作小组抵达台北后 在最短时间就与海协会 海基会 以及海旅会等相关机构联系 建立起了沟通协商机制 并在短短半天的时间内 走访了收治受伤乘客的 两家医院慰问伤者 并去了事故现场及殡仪馆 对罹难者表示哀悼 接下来福建工作组成员将通过 进一步探访伤亡 失联福建乘客的家属 与他们妥善沟通 了解诉求 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不管是大陆 不管是台湾 当前 也不管是任何部门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稳妥 有趣的 来 处理好 这一次的事情 复兴航空坠机事件发生后 海协会副秘书长邓紫超一行 在昨天下午抵达台湾 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并在今天上午赶赴医院 探望在事故中受伤的大陆乘客 我现在是在台湾 三总医院松山分院 这里收集了 此次复兴空难的 两位大陆受伤的乘客 那么在刚才呢 海协会副秘书长邓紫超 就是来到了这里 慰问这两位乘客 同时呢 他们也向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 两位伤者目前的情况 他的伤症呢 还算比较严重 可能大腿呢 分了几十针 肩甲骨有力 身上呢 也好多处受伤 经常状态还是比较好 情绪也还比较稳定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女儿 是保持还有一个 对女儿 也是 也是青山吧 青山呢 现在比较好 他可以 可以来回走动 除了描述 伤者目前的情况之外呢 海协会副秘书长邓紫超 还向我们介绍了 目前复兴空难 后续工作的大陆方面的主要诉求 看望他们呢 他们呢 总体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吧 虽然他心情 心情比较急迫 一个呢 希望就是说 到台北来处理善后啊 希望能不能家属多来几个 看能不能让台湾方面有没有配合一下 给我们提出来 这是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诉求呢 就是 还有几个人吧 大陆还有 大概还有几个人 失踪人员还没找到 家属心情比较急迫 也提出来说 要加大收救的力度 因为他们要是尽快的 那个找到亲人 第三个诉求呢 就是说 现在一些 因为有些死者呢 已经辨认了 已经找到了 他们家属提出来 就是说 看下一步 是在 当地是在台北呢 在台北火化呢 还是把遗体带回厦门 这个呢 希望就是处理善后 给一方单位 尽快拿出意见出来 邓子超表示 海协会已在事故发生后 与海机会保持密切联系 两会沟通渠道非常畅通 海协会将协调台湾有关方面 加大搜救力度 做好善后工作 尽力满足受伤大陆同胞 和遇难同胞家属诉求 在这场坠机事故中 飞机的正副机长和观察员 也不幸罹难 而两位机长的遗体 在被发现的时候 仍然是紧握操纵感的姿势 这显示他们到最后一刻 仍在试图控制飞机 让伤亡减到最低 而从这架试试飞机 最后的飞行轨迹来看 飞机在109秒钟 三次转弯 先后避开了捷运站 南港展览馆 工业园区 高压电塔等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区 沿着基隆河寻找最佳迫降点 一直努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尽管事故的责任还在厘清当中 但他们的勇敢和坚持 仍然感动了台北市民 沿着跑道 飞机起飞 但这时爬升高度确实不上进 英国网友模拟 赴航坠河前的航线 失去动力的惊险瞬间 机师在驾驶舱内 用尽方法 还是无法拉高飞行高度 用地图模拟就在这个转弯处 飞机起飞后 经过上空这一块领域 但这里是驻商混合区 因此机师决定偏离航道 旧纵路一段车潮来来往往 密集的住宅区大楼 数千位居民躲过危险 沿着路线 机身飞越中山高架桥 再往前飞就是东湖住宅区 繁忙车潮人潮 要是坠毁在这可不得了 机师做出右转决定 沿着第一次的转弯路线 这里刚好是东湖捷运站 而再每走100公尺 另外一边就是高压电塔 因此机师决定二度转向 闪过东湖 以及高楼林立的南港软科园区 行车记录器从另一侧拍下 飞机摇摇晃晃 看得出机身 先是微微扬起 最后俯冲而下 从下降到坠毁 短短105秒 它飞得很低这样子 经过 我相信那个驾驶员 应该也是满体贴的 对啊 我觉得它 很伟大 我们很常会 就是在那个房子那边 就可以看到飞机起飞 我觉得它已经尽力很厉害了 再看一次模拟路线图 驾驶几乎是卖力 沿着基隆河一路飞行 要是再偏一点 撞上超高压变电站 连锁效应恐怕造成 大台北地区一半以上停电 机师三度转弯 避开人口稠密区 五星中也拯救更多人命 历春之日发生的 台湾复兴航空客机 最何意外 牵动着海峡两岸亿万人心 一场劫难的背后 有着许多冷暖故事 和难以掩盖的人性光辉 中文字幕志愿 不断微笑哄得开心 她是38岁的黎明威 她是爸爸 她也是靠山 这个孩子是早产儿 出生只有606公克 住了100多天的家户病房 更是爸妈最疼的宝贝 黎明威说 怎样都不能失去这个孩子 在追击之后 本能帮孩子做心肺复苏术 救回了这个宝贝 这个子她泡在水里面 大概有将近三分钟 救起来的时候 嘴唇已经发紫了 已经没有心跳了 所以我跟她要紧急的时间 把她做CPM 如今一家三口都节后余生 爸爸心伤 妈妈多处折 小朋友失温 加上酸中毒 送医救治 在妈妈将预影社交网站上 贴出的一张张照片 都是儿子开心的笑脸 而爸妈开心合照里少不了的 就是儿子一定会出镜 天下父母心 灵灵灵的爱 让人感动 一头白发 坐在定床上 嘴角手背受创 他是72岁的黄金顺 他是退伍军人 他也是英雄 在逃生前 至少救了两到三个人 起飞没多久 我感觉有危机我在摆动了 我准备工作 就把自己的安全帅拆开 抓好 就旁边一个女生一样坐 他讲完了 就回去下去了 军人退伍的他 年轻时受过不少训练 把救人当天性 这回自己也因为救人 拉伤了腿部 其中一位生还者陈明中 就是在鬼门关前 被黄金顺拉了一把的人 应该就是他的救命的人 就是那个黄金顺先生 我先在这里谢谢他 等到我先生好一点 我会亲自上门谢谢 面对生死关头 黄金顺临危不乱 看看他被救出来的画面 表情非常镇定 甚至还帮忙 稳住船身 没有感觉他很怕 很乱 没有 精神的故事 把人拉出来 奋不顾身 黄金顺的英勇 让人感动 一身肃穆打扮 拉着家属的手 不时徐寒问暖 他是张宝秀 他是去年澎湖空难的 罹难者家属 他现在是这次空难 一宫行列的一员 去年7月23号 腹肌师江冠星 在澎湖空难中 不幸网伤 张宝秀 承受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伤痛 空难以外的痛 他体会过 家属心中的痛 他最懂 如今把思念儿子的爱 转化为关爱他人的行动中 身体里行 张宝秀的大爱 让人感动 不哭不闹 站在寒冷的河水中 他只有十岁 他是小女孩 他也是真大人 追击时 乘客大多一脸惊慌 相较之下 穿着救生衣的他 冷静地告诉爸爸 该如何抢救其他乘客 机智冷静 小女孩的坚强 让人感动 每当突如其来的灾难 到来的时候 我们总是感慨 生命脆弱 人生无常 但也总是可以看到 很多人性的光辉 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除了刚才我们在镜头中 看到的这一幕幕 当我们看到飞机残骸 和遇难者遗体 被抬离现场 搜救人员 列队型注目里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 遇难者家属 到达机场的时候 慈激的志工们 给出的那个紧紧的拥抱 当我们听到 机长廖建宗的母亲 穿着爱子上周 刚给他买的新寒衣 去看孩子 最后一面的时候说 我感到很光荣 很骄傲 因为他很勇敢 救了很多人的时候 我们都能感受到 爱的力量 因为爱 我们流泪 悲伤 也因为爱 我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愿每一位幸存者 和遗难者的家属 都能带着这份重重的爱 告别暂时的阴霾 迎接下一个晴朗 我想 这也是对逝者 最好的安慰 加油 我们再来看一组 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新华网援引外媒报道 日本政府的修宪时间表 日前出炉 首相安倍晋三 计划在明年六月 日本参议院选举后 提交有关的宪法修改案 并已定了最快 在明年年底举行公投 这也是安倍首次提及 国民投票的具体实施时间 据了解 目前自民党 虽在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一席 可以提议修宪 但是在参议院 没有超过三分之二 因此根据明年夏季参议院 选举的结果 围绕修宪主题和推进方式的日程 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修改和平宪法 获得更自由的军事行动权 进而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 是自民党的一大党院 安倍上台执政的时候 也公开表示 有必要为自卫队证明为军队 不过修宪的理由 再冠冕堂皇 大概也掩盖不了 安倍的个人政治野心 战争与和平 日本到底要走向何方 日本民众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印度 印度是世界头号军火进口国 印度总理莫迪就任后 也一直在大力推动海军的现代化 最近印度又碰到了一个 天上掉下的馅饼的事 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将获得成熟的美国技术 加速推进国产航母的建造 其中包括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 这个技术能使战机出动架次更多 弹射力度更灵活 更容易维护 而印度海军的最终目标 是拥有五艘航母 对于美国突然向印度 开放航母的核心技术 有分析认为 这是美国一石三鸟的计策 一是意图打乱 中俄印三国互相靠拢的节奏 二是大举冲击俄罗斯的对应军售 三是在经济上 美国也能大赚一笔 可见天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馅饼 美国这么卖力的帮印度造航母 是福是货 印度还是要多掂量掂量 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来关注 据中心网援引外媒报道 在伊斯兰国烧死 约旦飞行员的视频公布后 约旦昨天派出数十架的战机 向伊斯兰国发动空袭 约旦国王阿普多拉二世 誓言对极端组织绝不手软 随着仇恨的累积 一个复仇的锁链是否正在形成 对待伊斯兰国 是否应该继续升级打击行动 两个视频人吴雪兰 唐湘龙会有独家观察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您继续收看 盼盼视频独家居民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清凌 我们再来关注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话题 根据中心网援引外媒报道 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日前 发布烧死被扣押的约旦飞行员 卡萨斯贝的录像之后 约旦昨天派出数十架战机 向伊斯兰国发动空袭 约旦国王阿普多拉二世 当天还与遇害飞行员家属会面 誓言对激进组织绝不手软 但这也引发了外界的担忧 约旦的举动可能会引发 伊斯兰国更加残忍的报复 一个复仇的锁链正在逐渐形成 据中心网报道 5号参与空袭伊斯兰国行动的约旦军机 在完成任务返回基地的途中 专门从遇害飞行员卡萨斯贝的 故乡上空飞过 而与此同时 约旦国王阿普多拉二世 正在那里与卡萨斯贝的家人会面 阿普多拉称 约旦会继续为捍卫他们的宗教 国家和人民而战 本周早些时候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 背负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 被活活烧死的视频 在约旦引起了强烈愤怒 其火刑处死的内容 同样遭到阿拉伯宗教界的广泛谴责 认为伊斯兰国的做法违背教义 与此同时 也出现了要求约旦采取报复行动的呼声 5号 多家阿拉伯语报纸及美国新闻网站都报道 约旦国王阿普多拉可能亲自驾驶战机 参与到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 他们猜测的依据之一 就是约旦国王阿普多拉二世 因飞行员遇害而匆忙结束访美行程之前 曾引用好莱坞电影《杀无射中》的对白 以表报复决心 虽然约旦政府随后否认了国王将亲自参与空写的消息 但约旦军方要求参与更多空写伊斯兰国任务的决心 却被美国方面证实 看到约旦方面高涨的怒火 东京放送系统电视台认为 复仇的锁链已经形成 德国全球新闻网也发文称 约旦忍无可忍处决两名恐怖分子 但可能引发伊斯兰国更残忍的暴富 这样约约相报同样引起一些评论的担忧 他们认为悲伤不应成为疯恨的锁链 如果有些软件事发生 人们开始回顾遇害的日本人质厚同建二 在进入叙利亚前的视频遗言 期盼能跨过悲剧 早日结束纷争 下面话题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唐湘龙 伊斯兰国用火刑处死约旦飞行员 不仅点燃了约旦国内的怒火 也遭到阿拉伯国家宗教界的广泛谴责 我们先请大家湘龙兄 您认为宗教界的声讨 会不会削弱这个极端组织的影响力呢 这次呢 对这个就说呢 卡萨贝拉的这个火焚的行动 之前对西方人质 包括日本人质的战略 其实在伊斯兰世界里面 其实很温和派的国家 都不太愿意的做强烈的批评 可是当火焚事件发生之后 认为对一个穆斯林 即使呢 他是你的敌人 对穆斯林的朋友 你怎么可以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结果呢 接下去了几天的时间 我们就看到了 从中东到北非 许多过去认为呢 跟IS互通升息的恐怖团体 都开始跟IS呢 进行切割 甚至于公开的抨击 所以呢 IS很有可能 在这种呢 自以为制造了更大的 国际的这种的恐怖 制造了更大的这种的 网络的声量 更震撼的人心的 这种的恐惧感之后 以为他会取得更大的 伊斯兰世界的发话权 跟影响力 看起来适得其反 因此IS很有可能 在这起事件之后 不只在战场上面 包括在网络的战争上面 都可能节节败退 伊斯兰国引发全球同仇敌忾 不过呢 也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不要把悲伤或愤怒 转化为憎恨的锁链 他们还引用了 刚被杀害的日本人之后 腾剑二生前的呼吁 少一点怨恨 对待伊斯兰国 是应该继续强化打击行动 还是可以考虑理性对待 结束渊渊相报的连锁反应 两位怎么看 现在对待非常疯狂的 伊斯兰国 首先军事方面的打击 不能够降低频率和程度 这会让伊斯兰国方面 有一种感觉就是 他们的残暴 似乎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而且呢 他们不会说因此 就像我们提到的 他们也开始理性的 对待这件事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可能会采取 更为惨烈的一些行动 让我们非常无法接受 所以呢 打击伊斯兰国 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行动 一方面军事行动 是绝对不要停止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 他们的一些资金的来源 可能要斩 然后呢 他们在网上的一些招募行动呢 网上其实大家也应该来联手 采取一些行动来杜绝 这种非常残酷的杀戮 一波又一波的进行 同时呢 不仅仅针对 就他们认为 在压迫他们的基督教文明事件 之后 包括了就是说呢 在中东地区 当你看着自己的朋友 看着自己的国人 看着自己的族裔 看着自己信仰的宗派 那在被屠杀的时候 你不会有愤慨感 这需要非常长时间 也需要非常大的政治智慧 同时你的对手必须要 能够跟你进行隔空之间的意识交流 你说今天当我释出善意的时候 那你能够接受到我的善意吗 伊斯兰国 伊斯现在的最大的困难 也让西方世界呢 最困扰的 最愤怒的就是 即使我对你释出善意 你似乎呢 无动于衷 你仍然是用了这么激烈的回应 那么这种的善意 就不可能生根发芽 因此这个问题在当下 是难解的 后腾建二讲那句话的时候 或许有很高的精神层次 何况他仍在艾斯的手里面 可是要落实到政治上面来讲 遥遥无奇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带您关注 据新华网综合外媒报道 有美国官员证实 在伊斯兰国抓获 约旦飞行员不久后 阿联酋就退出了空袭行动 阿联酋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 美国反伊斯兰国联盟 恐怕面临破裂的危险 两样视频留言 吴雪兰 江明清 会有深入的分析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盼盼食品 独家剧名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青林 我们继续关注 打击伊斯兰国相关话题 据新华网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多名官员4号证实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抓获 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之后不久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就退出了美国主导的 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 美国官员称 阿联酋忧虑本国飞行员的人身安全 希望美方在空袭行动区 部署更多的救援力量 一些美国媒体据此担心 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联盟 面临破裂的危险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透露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正在美国境内招募成员 执法部门根本难以跟踪 每一个可能离境 加入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公民 更让人担忧的是 一些被极端思想洗脑的父母 甚至鼓励他们的孩子加入极端组织 在联邦调查局经手的案件中 被伊斯兰国成功招募的极端人员 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在线上的两位来宾 在北京演播室的视频人员吴学兰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江明星 美国有官员透露 在伊斯兰国抓获约旦飞行员不久后 阿联酋就退出了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 请教两位 阿联酋的考量又是什么 他们的退出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 其实对阿联酋来说 这就是一种怕自己殃及持语的寒陈效应 如果美国所主导的这种 反伊斯兰国的做法或者成效 短期间的不见效 甚至是决心不够的话 那对阿联酋来说 他宁可暂时必应其风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决心 或者其他效应 甚至其他的国家的做法 有够强硬的话 当然了西瓜靠大边 阿联酋可能就会容易加入 否则这个时候对阿联酋来说 明则保身 才是这次具体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底蕴 现在的确有一种担心就是 在阿联酋之后 会不会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也采取类似的行动 就会让这种国际打击伊斯兰行动 产生一种分裂的趋势 说实话 其实在此前就有一些迹象 你比如说 现在沙特阿拉伯 他是参加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 但是他只是象征性的派出了一些飞机 并不是非常的努力 而且阿联酋一开始的热情是比较高的 他们国内还派出了一个女飞行员 当时在国内宣传的就像英雄一般 但后来渐渐的 他的行动就是越来越少 然后包括约旦本身 尽管现在约旦国内真的是被伊斯兰国点燃了愤怒的怒火 但是其实约旦国内也有一些声音在说 这场战争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说阿拉伯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能够走多远 或者说阿联酋的行动是否能够引起多米诺果牌效应 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丝疑虑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再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叶青林 在福州 祝您平安 我们下回